那麼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Active Printer 那麼我們剛剛有玩過OBS OBS本身只有提供錄影的功能 它並沒有剪接功能 所以我就再找一個 來跟它搭 當然其實各位平常有 常聽到的威力導演 惠聲惠影 Premier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們跟各位介紹的這個Active Printer 它有個好處 它其實本來是做數位教材 用的 好數位教材用 那它 從現在6.11以後 我們現在是6.14 我們的正體中文版 的那個語系又回來了 之前 早期有正體中文然後後來一段時間沒有 現在又回來了 所以各位其實一裝起來就是都 都沒有什麼使用上的問題 那第二個呢 這個軟體 它本身是 付費的 但是 你不用擔心 因為 我們的 需要用到的剪接功能 是屬於免費的 完全免費的 也不用浮水印 好那 第二個 就算你要用它付費功能 這家公司也很慷慨 沒有時間限制 只有什麼 就是你用它付費功能的時候 也都可以用喔 只是那個左上角 會有一個 他們的Logo 那個是在做數位教材才 才會用到 可是我們的 剪接影片這個功能 從頭到尾都是OK的 都是 原資原會就對了 那你一進來之後呢 你進來之後 你從這邊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做 新建工程 就我們講的 開心檔案 你把它按一下 我們 這邊呢就直接 用空白的就好 用這個空白的 它也可以做螢幕的錄影 但是這並不是我們要做的 並不是我們要做的 也可以把泡粉匯進來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按空白的 按空白的之後呢 你可以來看一下你的 專案的名稱叫什麼名字 可以自己決定 再來你要放在哪裡 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我們剛打預防針 跟各位講的那件事情 我們剛沒有暖暖包嗎 暖暖包是要做預防針用的 你不覺得這些數字很熟悉嗎 有沒有覺得這些數字看起來特別熟悉 知道為什麼是高度了嗎 那 原則上 原則上我們大部分在做就是 1280 720或更高 就看 我們會比較建議各位用 就是標準的視訊的規格 你剛說高度的時候 為什麼在裡面 中等寬度 中等寬度 沒有啊 這個中等寬度是指那個 你後面看到的這個 有沒有 720P1080 對啊 他這裡只是說 720算是大概我們畫面的一半左右 是中等寬度 對對對 所以你不覺得他有 你不覺得他有一個錯字嗎 你怎麼那麼清楚 這個我後來才看到有同學講我才看到 這樣了解吧 你就知道他是用注音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用 就用這個 1280乘720 可以嗎 看你們啦 你們螢幕解析如果高就可以用高一點 好 那麼 接下來呢 他這裡 指的幻燈片 幻燈片 其實我跟各位講喔 這個軟體 各位一定很熟悉 因為 你們有沒有人不會用PowerPoint的 你現在只是用PowerPoint做剪接 真的 所以他的幻燈片就叫PowerPoint的投影片 所以我現在至少有一張 這樣可以嗎 一張 好 我按個確定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如果我在增加幾張 你有沒有一種PowerPoint上升的感覺 這樣了解了喔 所以這次就是他的使用方式 那但是呢 第一件事情要麻煩各位 一進來之後啊 因為 我們這個 開的視窗 就是中間這裡 中間這個視窗 就是我們影片的大小 可是如果我現在開1280乘720 如果開1920乘180 是不是這個就比較大 所以一般我進來之後 第一件事情不是馬上開始做 先在右下角這裡 來放大一點 右下角這裡 這樣後面看得到嗎 這樣很過分嗎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 這個叫自動說法 所以我平常會在這邊 一進來就先在這邊按一下 這樣子不管我的視訊多大 他就自動跟著說 我都看得到 才不用那邊捲來捲去的 這樣有了解 所以 各位呢 待會你進來之後 請你 像我剛剛講的 就 開一個 新的專案之後 選好尺寸 給他至少一個投影片 萬一你真的沒有 其實也沒關係啦 進來之後再按一下 也是有 這樣了解 來我等各位一下 好嗎